速度,45岁后,是身体养生的黄金期,此时,做好身体的保护工作,对于晚年的身体健康十分有益,可以为长寿打好基础。 45岁后,尽量做到三浅,勤晒太阳,经常晒太阳,好处多多,不仅可增强体体免疫力,预防皮肤病,最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维生素地的合成,预防骨质疏松。 所以,45岁后,要请晒太阳,处吸收,阻力身体健康,请泡脚,请微笑。 45岁后,尽量做到私懒,心里偷懒,生活中有很多急性子,不管做什么都心急火凉,急着完成工作,排队买菜也风风火火的,做任何事着急的人一动肝火。 常经如此,会损害身体健康,还会诱发急性致命的心脑血管疾病。 懂得心里偷懒,就要懒得心急,却会控制好情绪,做事别着急。 吃饭偷懒,吃饭的时候,也要偷懒,一方面,要细脚慢烟,另一方面,不要把食物做得太精细。 狼脱苦硬的吃饭,影响营养吸收,还会增加肠胃负担。 吃饭时,偷懒,细脚慢烟,最好一顿饭在15到20分钟左右吃完,利于食物消化,营养吸收,锻炼偷懒,年龄越大,睡眠越少。 很多人一清早就起来去锻炼身体,在顿患有高血压,关心病的人还是偷个懒。 早上别着急出门锻炼,生气是自己惩罚自己,起初并来自人气,若有人来讽刺你,挖苦你,嘲笑你,提示你,不要往心里去,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 45岁后,尽量做到五不胖,不胖肉,善事中如果肉类脂肪不多,会引起营养平衡失调,和新陈代谢混乱, 一黄高胆固醇续症,不利于心脑血管病的防止。 不胖甜,摄入的盐分太多,会增加神脏的负担,容易领发高血压、中风、心脏病及神脏衰弱。 不胖甜,过多吃甜食,会造成体体功能紊乱,引起肥胖症、糖尿病等疾病。 不胖快,吃饭一定不要胖快,要让食物得到充分的咀嚼, 否则会增加倍的消化负担,还要当心于自祸骨头卡猴等意外事故的发生。 不胖宝,饮食178分宝,如果长期胖多求宝,不仅会增加未尝的消化吸收负担, 而且会又发布或加重心脑血管疾病,以及猝死等意外情况的发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G NewsD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